接下來這個題目給你兩個原子的圖示 問你說A B 這兩個元素 這個題目應該是沒有寫得很清楚 第一個元素就是 A 第二個元素就是 B 這兩個元素如果化合的時候 它的化學式可能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以及它裡面告訴你 這個元素其實就是第12號元素 那這個元素第12號元素 其實周期表是不會騙我們的 它其實就是誰 其實就是 美 美這個元素 OK 它其實就是美這個元素 那美這個元素呢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美了喔 那我們現在把它的這個電子的排列寫出來 K L M 乘 好 它的電子排列呢 是2 8 2 排了3乘 那這個時候 它如果要形成一個穩定的離子的話 它是不是會把這兩個電子給丟掉 失去兩個電子 失去兩個電子之後呢 它就容易形成了正二架的美離子 因為你失去了兩個電子 好 那 B 元素呢 B 元素是17 它有17個電子 那 它其實就是周期表上面的綠元素 那按照它的電子排列呢 它就會排2 8 7 這樣排 OK 好 那它已經在最外層 已經有7個電子 所以失去7個 比較不划算 所以呢 它應該會去得 一個電子 得了一個電子之後 它就會形成 帶負一架的綠離子 好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正二架配上負一架 它怎麼搭配才會電中心 所以是不是要一個枚 配上 兩個綠離子 好 這樣的話 我的總電荷正二 配上負二 才會電中心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化學式就可以寫成 mgcl2 也就是這題目的 ab2 OK 所以答案要選誰 要選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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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